其实你可以发现你的眼睛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因为黑眼圈很重 所以可能人家看到你都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很多天没睡了 那嘴巴呢 因为我的嘴巴有两个色 对 你的上唇稍微比较深一点点 那啸唇比较粉了 就我希望你的整个妆看起来是会发亮的 但是在色彩的方面呢 我就会比较着重在唇部 健康肤色的一个粉底液呢 使用在全脸的地方 通常我都会用比较少的粉底 但是用比较多次的一个方式去赏 就很像是你第二层的皮肤一样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气垫粉饼 可以创造出你非常喜欢的那种光泽的感觉 让你选择比较浅的一个颜色 拍在我们这些轮部比较立体的一个地方 像我们眼后啊 到颧骨的一个大膝的位置 三根鼻梁的地方 还有下巴一点点 先把颜色呢均匀放在你需要做遮瑕的地方 上眼皮的地方 那记得上面的用量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记得颜色要往下面带 不要让它产生太明显的一个界限 局部用指腹的地方 再去做一个按压加强 再使用一点薄薄的粉饼 那会建议你用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你的遮瑕产品呢 更持久的待在你的眼睛周围 上唇的部分使用遮瑕的 先帮你做一个适当的一个修饰 唇部的中间使用比较红色系的唇膏 去做一个描绘 比较粉嫩色系的颜色 是针对唇部外围 画出一个咬唇妆 渐层的一个感觉 顺着你的眉峰开始 往眉尾画 因为你的眉尾的颜色是比较淡的 再利用一个干净的一个刷子 稍微把颜色呢 往眼头的地方刷 点无辜的这种下垂眉呢 画完之后呢我们可以把颜色呢 稍微往你鼻翼的旁边带下来一点点 使用这种咖啡色系的颜色 从眉骨的地方先做打亮 眼屋的地方呢 会帮你使用比较咖啡精的颜色 做一个渐层 咖啡色带点橘色系的颜色 在眼头的地方做加强 然后再带到我们的下眼颜 创造出一个卧场的一个感觉 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画线条的话 可以先从眼周的地方开始画 拉出我们细小的一个线条 再从眼头的地方连接到眼中 靠近睫毛的根部 再把它填满 腮红帮你用斜刷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你脸部轮廓 侧面的这个线条更立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